這個淺南春煮疫苗的事件 在全台灣各地都來發生 在台中這裡有五位中部的頭部 第一隻來煮A字 又過了五個月 又跟著去煮第二隻莫德納 台北的上山基頂 有一個風疫車隊的事件 又比較陷 也是像這樣 頭部 淺南來煮疫苗 又不怕人知道 在哪個群組 又來典公 自己要紅了 到底要怎麼來 放置這種事件又來發生 家裡是這出場 經過嚴格的措施 用疫苗的系統 來比對 想要討厭 沒有淺南主持人長出來 又真的長出場三十多個 全部都向出銷主持 莫德納疫苗 上面會顯示日情 它打的日情 OK 家紀七 雄民便宜 就去抓到二十多的民眾 想要煮兩種不一樣的疫苗 我們會在前一天晚上 把所有的資料 跟CDC的資料庫比對 所以我們在真正施打 那一天的時候 我們的過後系統就會攔住 那她是提到說她的身體比較不好 所以打了第一劑的AZ之後 她發現其實很不舒服 所以她想要改打莫德納 那也聽說效果比較好 所以她想試試看 因為國雄跟台中 之前就有十多 頭吃不成功 家紀七 兩間新版 煮食的便宜就過得很嚴 總共抓到三十人 怕什麼煮兩種不一樣的疫苗 這個人掛給 都讓人替人替掉 影響表示 目前台灣也不能煮兩種不一樣的疫苗 出來如果老大人的民眾 建議說給他們注意一下 希望說依照整頂來注意風聲